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昨天英美澳加四國聯合簽署了一封公開信 裡面斥責中國堅持要就港版國安法進行立法程序 是違反了中英聯合聲明 今天中國外交部的記者會 終於戰狼回歸 這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又再戰狼上身 針對英國和美國展開連珠砲法 到底他講了什麼話呢 昨晚英國外相南韜文說 如果大陸堅持就港版國安法進行立法 英國很可能會給予BNO持有人更大的權利 趙立堅說 香港事務是純屬中國內政 不容許任何外來勢力的干涉 而中國政府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的決心 堅定不移 關於BNO護照的問題 他就說 中英雙方曾經互相交換過備忘錄 明確承諾不會給予BNO護照持有人居留權 如果英方執意單方面改變有關做法 不單是違背自身的立場和承諾 亦違反了國際法和國際關係的基本準則 中方對此堅決反對 並且保留採取相應措施的權利 大家聽到了 趙立堅就說互相交換過備忘錄 這份備忘錄是什麼備忘錄呢 你先說清楚 就是中英聯合聲明附帶那份備忘錄 問題就是為什麼你現在可以輸打贏要的呢 當你有需要的時候就搬回中英聯合聲明出來引用 當別人拿中英聯合聲明出來 要求監督到底中英聯合聲明在香港落實的情況是怎樣 你就說中英聯合聲明是歷史文件 在17年7月的時候 這個外交部曾經說過 說中英聯合聲明作為一個歷史文件 不再具有任何現實意義 就著中央人民政府對香港特區的管理 亦都不具備任何約束力 英方對於回歸後的香港是沒有主權 沒有治權 沒有監督權 17年的時候就曾經說過這番說話 就說中英聯合聲明已經沒有任何現實意義了 那就是說你不需要再看中英聯合聲明那台戲 為什麼現在突然又說要看中英聯合聲明那份 所謂備忘錄呢 首先備忘錄來說 根本上在國際來說 是不是具備法律效力都已經成問題了 如果這個備忘錄當中的條文 是放在聯合聲明的證文當中 那就沒有任何爭拗點了 一定就是要確切落實地去執行才行 但問題是 當這些條文出現在備忘錄當中的時候 很多時國際的慣例只不過是一個叫做君子協定 就是說當你反口的時候 別人同樣都可以反口 再者的就是 在早幾天就已經傳出了消息 說英國的前檢察總長高士文 在今年2月份的時候 曾經去信英國內政大臣彭代寧 就說中英聯合聲明那份備忘錄 雖然定名了BNO的持有人是沒有居英權 但是中國是從來沒有簽署過 或者是同意過這份的備忘錄 而這份備忘錄也都不能夠 永久限制著英國政府的行動 那他就說得很清楚了 對不對 這個備忘錄到底有沒有法律效力 當時你沒有份簽的 也沒有份同意 現在你搬出來引用嗎? 這些就是輸打贏要 那麼中英聯合聲明的證文 又變成了歷史文件 反而這個備忘錄還繼續生效 你在說什麼? 你們這些人有沒有邏輯? 究竟是 那麼混亂的那些思維 一時一樣幾十重標準 還有一件事是更加好笑的 他說怎樣保留權利去反制英國 好啊 怎樣反制英國 禁止英國的5G網絡使用華為的設備? 當然是誰是需求哪一個更多 到底這些傢伙在說話之前 有沒有經過大腦呢? 還有你說要反制 你怎樣反制呢? 他如果被居英權的BNO持有人 那你可以怎樣咬他吃? 還是不讓BNO持有人出境? 喂 香港出境根本上是拿身份證而已 你沒收了他的BNO 還搜到他的行李 那麼他去到英國補領行不行? 還是禁止他出境 查到他有BNO紀錄的時候 簡直是不可理喻的 你怎樣反制才行呢? 很愚蠢 難道不讓人移民嗎? 蛤? 這些真是傻的 好了 接著他再說就是批評美國 蓬佩奧昨天發表了聲明 說中國強推《港版國安法》 是削弱了香港的高度自治和自由 他已經向美國國會報告了 說香港不應該再擁有 97年7月之前 美國法律賦予香港的特殊待遇 趙立堅就說 俊方敦促美方立即糾正錯誤 停止干涉中國內政 不要在錯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 任何破壞阻撓全國人 但就著涉港國家安全立法的行動 都是唐臂黨居 注定失敗的 如果美方堅持干涉中國內政 對香港實施制裁 中方將會採取一切必要的反制措施 又說反制措施了 老實說 如果美國作出反制美國措施 一早就做了 那你用不著簽訂中美首階段貿易協議 讓這麼多評論認為 你這是喪權辱國的城下之盟 要被迫購買兩千億美元的貨品和服務 你都去簽署 就證明得到你是無力反制 當然現在中國正在採取一個拖字決 除了農產品以外 其他各方面基本上都不達標 到底在等待什麼呢 就是在等待美國的大選 其實大陸基本上就是把整個駐馬 壓在拜登身上 一旦拜登贏出 而特朗普收檔的話 對於大陸來說就是一天都光亮 雖然拜登現在口口聲聲說 他上台之後 對華的態度會比特朗普更加強硬 說是誰都認識的 但是特朗普現在就切切實實這樣做出來 你拜登之前做了八年的副總統 在奧巴馬的年代 你到底做了什麼政績出來呢 是發善捉塵的 當時你拜登對華的態度是非常有善 到底你現在這個說法是堅定流的呢 就沒有人知道 反正特朗普就肯定是堅定的了 好了 雖然現在在民調上 特朗普落後於拜登大概是5% 不過歷史往往出現奇蹟 到底大陸這一波波不波得中呢 就不知道了 如果是拼不中的話 就會重蹈覆徹 重演1948年蔣介石的劇本 在當年的美國總統大選 民主黨的杜魯門競逐連任 共和黨派出杜威去參選 在當年的選舉民調 一面倒都說杜魯肯定是會贏的 一定是會大熱勝出 而且拋離非常遠的 那些民調是 當時老長就壓住了 簡直是使人秘密捐款給杜魯 資助他的選舉經費 為什麼呢 因為杜魯門一直很老套 他就批評老長全都是做賊的 為什麼呢 因為美國對於中華民國 捐獻了38億美元的軍事援助 但是老長和不知誰 就落格了8億5千萬美元 就被杜魯門知道了 所以後來 縱然是國共內戰當中 國軍節節敗退也好 美軍一直都不肯出手 好了 後來老長頂不住 帶領國軍播遷到台灣 為什麼 共產黨當時沒有渡過台灣海峽 去解放台灣呢 就是因為一場非常重要的戰役 這場就是古寧頭戰役 發生在1949年的10月下旬 到底他有什麼重要呢 他重要之處就是在於 在國軍節節敗退的過程當中 他們終於贏到首場的勝仗 而且在金門島上 殲滅了五千多名解放軍 後來有些文獻就發現到 原來有一名日軍的投降顧問 叫做根本博 他有份在金門島的時候出謀獻賊 當然這是很後期才知道 當時沒有人揭發這件事 好了 這場戰役最重要的地方就是 使得老長能夠偏安得到台灣 他奠定了這個基礎 如果當年這個金門是失守的話 隨時台灣也會收檔 現在大陸也是在重蹈覆設 就是要壓住在拜登身上 就是要拖字決 現在那些所謂反制措施 反什麼制 你只要拖字 你只是買時間 等半年的時間 如果是拜登上場 那就沒事了 如果繼續是由特朗普去做 那就大劑吧 肯定沒有運行 而歷史往往非常吊詭 選前的民調 不是一定靠得住 就算上一次特朗普對希拉里的時候 都說希拉里贏 希拉里普選票也贏了特朗普二百多萬 但是特朗普就贏在選舉人票 至於這次對拜登 又說拜登領先他百分之幾多 實情就好看那些搖擺的州份 如果特朗普是可以落多點功夫 在那些搖擺的州份 穩住那些選民的話 而且能夠把中間選民和共和黨 都死忠出來投票的話 情況就不一定是這麼差 而民主選舉最不可預測的一個地方就是 你不去到打開票箱去點票那一刻 你都不會知道誰是輸贏的 就不同的陰點制度 或者是他篩選了幾個候選人 才到你選這些制度 所以中國現在 你有什麼反制措施可以反制到美國 無非就是採取一招 叫做拖自決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